本月21号由肖敬腾所属的黄纳唱片公司 收到一封立名给肖敬腾 并且夹带着活面包虫以及名纸的信件 22号晚间肖敬腾在音乐颁奖典礼上 被大批媒体所包围 23号中午又来到电视台录制节目 依旧被大批的媒体追问调查进度 而这回老肖受访时身旁多了经纪人Summer 以及演艺圈大姐邱梨宽 虽然老肖依旧话不多 但一起受访的邱梨宽却是忍不住开骂 这样害我们我们那么斯文的人 对不对 不能诱拐我们开骂嘛 不过有一点我真的很想讲的 就是说 你自己在讲 那个福山雅智来台湾对不对 那个艺人 我觉得我们台日的关系真的非常好 不容许这些人渣来破坏 好谢谢 丑立宽这席话 让一旁的老肖以及Summer大感震惊 不过对于这两天的媒体 不断追问着他们调查的进度 让老肖与Summer自觉 真不该把社会志愿浪费在败类的身上 如果警局需要我去做任何的配合 我绝对会全力配合 但是配合完 我很希望有很好的结果跟结论 如果都一直没有结论的话 我会觉得配合是不是 浪费大家时间 因为其实这个包裹不是进程收到的 是寄到华纳唱片 看你们为了这一件事情 跟着他那么多天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希望这样子麻烦你们 而且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们也没有在现场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不回答你们 好像又对你们真的很过意不去 因为你们也是关心 但怎么会因为一个社会败类做的事情 我们大家要花这么多时间跟精神去回应 可是我真的觉得 这个好像有点本末导致 张维斯 搜狐视频与热播报 台湾报导 看搜狐视频 胜过做大宝剑 我是大鹏